今天來看一下108 108裡面大概做什麼 其實這裡面包含的 其實主要就是 大概就是一些插入列的東西 比如插入哪一些列 他可能是希望呢 第一列到第二列之間插入一列 所以你會把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間 他要插入這些 也就是上面要加一些什麼呢 加一些他藍位名稱 分別在哪個位置 他這邊有相關指定 C2到E2 F2到H2 一種類推 然後呢分別輸入這三個 所以這上面會有輸入三個 然後再利用合併儲存格 所以這邊的話會考你 會用合併儲存格 那什麼叫合併儲存格呢 就是說如果今天 本來你是一個儲存格 你希望把三個儲存格 變一個儲存格的話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合併儲存格 你有辦法把這個範圍 比如說A1到A2這兩個 把它合併儲存格 然後其他底下也是一樣 再來的話呢 設定什麼呢 設定一些公式 比如說72洞 這個Leader的那個欄位 他做什麼呢 把它做一個公式 他的公式是Go 他目標減掉什麼的 72乘以4 另外呢 所有列高 有沒有辦法把列高做調整 OK 本來列高可能不是25 要把它調一下 另外框線你會不會設定 那這個框線的話呢 也就裡面的框線是最細的 外面的框線是次出的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考你框線 另外的話呢 第二列與第三列之間 第二列跟第三 第一第二第二 第二就是這兩條線 把它變成雙線 另外格式化條件 做一些格式化條件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把那個A1 這個A1 到什麼呢 到N2 N2的話後面部分 把它做成淺綠色 所以最後做完的話呢 類似長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原來的檔案 等一下你們開啟108 它長得像這樣子 完全是一片的 就是感覺你要看這個資料 其實不容易看 你怎麼知道 它這邊有分成18棟 36 54 72 那每一個選手的成績 這個是哪一個選手 他的year 這可能是他年齡 還是加入的時間等等 OK 然後呢 他的成績如何 那如果說呢 要做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長得就像這樣 你會發現 一目瞭然 差很多吧 OK 你會發現 year champion的話 等一下 這應該是 哪一個冠軍者是誰 名字在哪 他的18棟打 打幾竿 然後呢 再來他的什麼 36 54 72 等等的 那這個我想是高爾夫的規則 因為這個高爾夫也是外行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也許他的牌 最後的話呢 這個leader指的就是什麼 這個leader呢 指的就是說呢 我希望看到他的那個桿數 是平標準桿呢 還是呢 少一桿 或者是呢 少幾桿等等的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發現他可以用箭頭 箭頭的話 可以是水平 OK 也可以是向下 有沒有 這邊斜斜的嘛 這個好像差一點點 然後差很多的話呢 那就是往下一點點 那另外的話呢 最後呢 這邊有個leader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三個的 圖示是長這樣 可是最後N藍這個 這72棟的 這個長得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剛好這個是 有點像那個旗桿 那旗桿部分的話 當然最好的 用綠色表示 有沒有 然後呢 再相 再來 不要插的話 就是用紅色表示 OK 那這個是我們最後需要的啦 那剛剛講到這個 合併儲存格有沒有 實際上就像這樣 EAR本來A2到A1到A2 本來它這裡面是什麼 這裡面它是一個儲存格 或者像這邊啦 18棟有沒有 本來它是一個儲存格 要把它合併儲存格 那合併儲存格特別注意 它的位置是在上面這裡 其實它就是什麼 跨欄至中啦 OK 所以它名稱也許不叫 那個合併儲存格 那你按下它有沒有 選這三個儲存格 按下跨欄至中 它就完成了 有沒有 就把它放中間 那請各位 先把那個題目要的 比如分別是 1 在第一列跟第二列 插入一個空白列 然後分別呢 輸入這三個東西 OK 那請各位先試著做 1的話呢 就是什麼 在第一列跟第二列 插入一個空白列 所以第一列第二列 那你儲標放在第二列 其實按右鍵這邊有一個插入 那理論上它會插入到 第二列的上面 所以會在上面出現這邊 就完成這個動作 其實就是在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間 記得要選第二列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分別在 在C2到E2 F2 H2 那這邊的話呢 分別加入啦 實際上它這個意思是說 分別在第18棟 36 54 72 下方三個 輸入這個啦 三個 所以我預先已經輸入好了 分別呢 輸入什麼 Score 跟Possession 跟Leader 那當然你可以做好一個 做複製 再用貼的啦 因為它這個後面都一樣 所以你分別 把這些東西呢 等於是有點 是加上它的標題 它的次 算是次標題 OK 那因為上面有一個主標題 主欄位 然後這邊的話是次欄位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做什麼 做一些那個所謂的 合併儲存格 那合併儲存格呢 總共會有 1A2 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指的是1 這兩個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比如18洞 36 54 72 所以其實合併儲存格的話 你就把A1到A2 做跨欄至中 有沒有 它就放中間了 那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 合併 那個 合併儲存格 然後呢 18到18的部分也是一樣 36 54 72 OK 好 那就分別完成了 我們要的 再來的話呢 就是呢 設定公式 在72洞的這個Leader 就是Score 減上減掉72乘4 所以你可以把優標放在Leader這邊 72洞的Leader 因為這個前面都算完了 只有這裡沒有 那等於什麼 等於Score Score的話 就是這個L2 所以你先按一個等號 在這邊輸入等號 等於這一個 然後呢 你就是根據題目 那個公式要的 就是減掉72 所以你這邊的話 直接減 72 乘的話就是這個新號 STAR OK 乘上4 然後呢 把它打勾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 當然你可以這樣往下拉啦 不過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旁邊有資料的話 你可以游標放這邊 快點兩下 它就全部就一次全部填滿了 我發現這個好像 其實對我們一般常用的 常使用的時候 的人是覺得應該的 可是好像對不常用的 好像變好像是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特殊技巧 其實沒有啦 OK 那熟不熟其實會差很多啦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們將來到職場上面啦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 sale熟不熟了 看你用馬上就知道了 一個東西給你 你其實用半天 還用不出來 那厲害的人 兩三一下就全部搞定了 OK 那這個東西其實將來就是要輸出 類似一個報表 或者是說你將來要給人家秀一些東西 你不能給他看那個 哇 黑白 這樣老闆看了一定會覺得 你這個員工不行 OK 你要讓他感覺 你好厲害 有圖 顏色都改了 框線也弄好了 印出來 漂漂亮亮的 那你就對了 OK 如果你這不行的話 說真的啦 你說你自己是很厲害 那當然是騙人的 OK 眼見為平啦 因為到職場上 其實就跟上戰場一樣 什麼東西 都是講實戰的 看得到為主 不是用講的啦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做完這些東西之後 還有哪一些 這個範圍 理論上應該這些啦 如果有漏掉的話 自己再補上 12345 好像有多少一個的樣子 好像這邊圈平 這邊好像也是 這個應該是B B2到 對 這兩個也要 所以把它合併 所以12345 6個地方 把它做那個 合併儲存格的動作 做完之後的話 設定公司 列高部分 把它改為25 那列高特別注意 請你選第一列 再移到最下面一列 那怎麼全選比較快呢 你先選第一 按SHIP的鍵 SHIP的鍵按住 再點75 這樣的意思就是 全選列高 全選列 這些列全部選完 按右鍵 右鍵之後有個列高 OK 你把列高輸入25 就可以了 Enter 好 這25就OK了 以後 當然藍寬也是一樣 你選哪一些藍 然後按SHIP鍵 再把它設定 方法是一樣的 再來的話呢 設定什麼 框線 框線 其實主要設定三 三種內框線 外框線 然後還有第二列跟第三列中間的雙列 剛剛講出來應該是 不是 列是橫的 所以應該是第二列跟第三列中間這一條線 要是雙線 所以會有三種設定 那怎麼設定 一 請你先把這個範圍全選 那這個範圍怎麼全選呢 我習慣優標放A1 Ctrl-SHIP的向右 向下 向右的話 你可能要多按幾次 或者說你要不要放A1 再移到最下面 右下角的這一個 N75 也是要按SHIP鍵 再按下滑鼠 左鍵點一下 N75 OK 那這樣就全選 或者Ctrl-SHIP向右向下 也是這樣可以全選 選完之後的話 再做什麼呢 設定外框線 按外框線有兩個 所以請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設定外框線 請你找到 在 這個常用面板裡面的這個框線 這邊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先設定內框線好了 那記得先選什麼 因為這邊如果有的話 可以直接直接選 但沒有的話 你可以直接選這個 其他框線 最下面這一個 那我的內框線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內線 這個外線 內框線就是按這個 外框線就是按這個 那一般是怎麼樣 先設定樣式之後 再去按你要的線 OK 那比如說 我先 內線的話是這一個 點一下內線 OK 你會發現這邊有突然兩小 裡面的線 全部都變成 那個 細線了 然後呢 外框線的話呢 就是次出框線 這個最初的 這個才是 OK 點一下外框 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線條就出來了 那剛剛 如果你沒有設定框線的話 你在那個 預覽列印的時候 檔案裡面的那個 列印 你會發現 它沒有這個框線出來 但是如果你加了之後 你會發現 是框線出來 不過呢 當然這邊 版面 它寬度不太夠 所以你會發現 它這邊有一些 可能 列印 那你將來如果要再 列印出去的話 可能它再調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第二列跟第三列 要做什麼 第二列跟第三列 現在你可以發現 第二跟第三列呢 它這一條線是 細線 我要把它改成 雙線的話 那怎麼做呢 我的建議 你先選第三列好了 第三列這整個選起來 選完之後呢 一樣 再點什麼 其他框線 其他框線呢 你就選 第一個 樣式 雙線 第二個的話 然後呢 特別注意哦 請你選擇 因為我要 這個範圍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範圍 會對應到這邊來 那我要變更的 實際上只有一條線 就是它上面這一條線 所以呢 你就先怎麼 先選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裡面的上面 這一條線 我要變成雙線 所以呢 我就先怎麼 先選 然後呢 在那個 就是 這個 框線的樣式 然後呢 就選 雙線之後 記得哦 再點一下什麼 點一下這上面這條線 那我的習慣是 先點一下 OK 你會發現哦 它這邊會變成雙線出現了 那你按確定哦 它會幫你把那個雙線套上去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有沒有 你看這線條就上去 那如果看起來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再到 列印這個地方 好 這兩 有沒有 雙線就出來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 OK 那請各位 試一下 一直到第五 待會再來看第六跟第七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這邊的話呢 後面有兩題是 18 36 54 的Leader 這個Leader欄位裡面的話 要用五件號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怎麼樣 剛好做出五件號 那可是 72這邊呢 它不是五件號 它是三旗字 而且它告訴你這是什麼 圖示集哦 OK 利用圖示集來做格式化 那另外最後的話呢 把A1到N2填滿成為淺綠色 大概這樣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呢 接下來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 18 36 54 的Leader 所以Leader底下 選的方式呢 因為它有三個範圍 我是建議你乾脆就是三個一起選 不然的話你要做三次 那怎麼把三個一起選取呢 游標放1 3 這個儲存格這邊 然後往下移動 先按序的鍵 1 先選這個範圍 2的話呢 再把這個範圍 記得哦 如果你要選這個 又要選這個的話 請你哦 一定要注意 先把Ctrl鍵按住 再去選這個範圍 Ctrl鍵一定要按住啊 如果你Ctrl鍵沒按住的話 你再選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會消失 OK 你就不能複選 然後Ctrl鍵再按住 再去選這個範圍 OK 所以Ctrl鍵是關鍵 OK 這個是重要的機關 如果你沒按的話呢 那你一定就沒辦法做出這樣的效果 那變成你要做三次啦 OK 那當然如果你現在考試做不出來啦 反正你就做三次 那效率一定會比別人差一些 所以我其中考試我特別強調 如果你要拿高分 你越早教的話 當然你分數越高啦 OK 那再來的話呢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 這邊圖示集 圖示集裡面的話 它這邊有一個所謂的那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五鍵號有沒有 那你就選這個就可以了 五鍵號按下去 好 因為它沒有希望你在做任何的設定 所以這個五鍵號裡面 基本上呢 當然喔 如果你要做其他設定 就其他規則 我們看一下 其實它這邊喔 預設的那個五鍵號 其他規則這邊也有 你也可以去設定啦 不過預設它是 百分 如果是百分之 比裡面百分之八十以內的 那就是這個 向上 然後斜上 然後 等同就是 百分之四十以內的話 就是水平 然後斜下 向下 那未來當然喔 如果你要做一些比較漂亮的報表的話 其實學生統計資料啦 你這個最方便的 人家你一用之後 人家馬上 哇老闆覺得 哇你好厲害 你會用這東西耶 為什麼一目了然嘛 對不對喔 OK 相對的喔 會感覺 你是真的是不一樣 你夠專業啦 因為專業要怎麼展現呢 我想喔 至少你要對某些工具 比別人熟悉 至少你就 跟別人是不同的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當然 剛剛這個地方 你其實只要用什麼 圖示集裡面這個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要做修改喔 你就用其他規則 那比如說呢 以這個七十二洞這邊 這個呢 他要我們做不一樣 他是說什麼呢 要什麼 三旗字喔 這個的圖示集 但是他要設定什麼呢 最高的百分之十 大於等於九十 為綠色的 最低的紅色是小於等於十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用剛剛的方法 圖示集裡面呢 當然圖示集裡面也會有這個三旗字 不過這個三旗字裡面喔 他的那個 呃 就是比例上面跟我們要的不一樣 所以你記得喔 要把它改成其他規則 利用這邊來做設定 OK 這一個 因為他預設什麼 百分比裡面是 六十七 跟三十三 可是我們要的不一樣 我們是要九十 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綠色的喔 OK 不是六十七喔 百分之十以下的 百分比十的以下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要改一下 九十跟十 按個確定之後 這樣子的話呢 才會完成是我們要的規則 所以 未來如果說你那個規則喔 跟他預設的不同的話 那請各位把它改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什麼呢 A1到N2這個範圍 設定什麼呢 他說底色喔 要把它改成淺綠 那底色很簡單 就是直接選這個範圍 1 2的話呢 油漆桶 裡面呢 選擇什麼呢 淺綠色的 那淺綠色哪一個呢 基本上就下方這個啦 你把它點下去 OK 那最後請你另存新檔 存成108A OK啦 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那基本上這一題就是格式而已 沒有論 公式就一個 這一題算是比較簡單一些些